印度人用手吃饭 只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起一杯水 拿勺子盛饭盛菜之类的 印度菜最好是用手吃 就像中国菜最好是用筷子吃一样 所谓最好是指最适用 虽然现在勺子和叉子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 但大多数印度人还是喜欢用手吃饭 用手吃饭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 我这么说是因为到现在我还在努力奋斗中 这么多年我已经有所进步 但是要像印度人那样掌握这项本领还差得很远 是的 用手吃饭是有技巧的 就像用筷子吃饭也是有技巧的 今晚我要尝试用印度人的方式 用手吃饭吃一些食物 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 炒芝士咖喱 云豆咖喱 秋葵咖喱 茄子咖喱 炖西红柿扁豆 骨葱葫芦桑巴汤 黑胡椒Rassam汤 印度薄饼 土豆馅饼 蔬菜骨牢饭 米饭 干果西米甜汤 纯味酸奶 用来给印度菜调味的酥油 这些都是素食 有些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吃 别担心 我不会把它们都吃完的 只是一些给大家秀一下这项技能 尽管我还不是太熟练 就看一下是怎么用手吃饭吧 别跟我学 多谢守穷 注册 哦 不 哦 publicity 呢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的表现还不错吧?是的,重拍了好几次才有那样的效果 说实在的,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我还是不能像刚才那样轻松地用手示范 我必须承认,这并不容易,虽然多次重拍,但我还是无法用手去吃Razzam,纯微酸奶和甜汤 实际我拍的时候,我尝试过用手去吃,但总是弄得一团糟 最后我就直接用碗把它们给喝光了 不过,我看到很多印度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 在印度,我都数不清有多少次人们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你怎么吃都没关系,我们只希望你吃得好 用手吃饭没有对错之分,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没事,用这把勺子吧 它们真是太体贴了 但我有点不同意第二点 虽然用手吃饭可能没有对错之分 但我相信一定会有优雅的和不那么优雅之分的 通常我属于不那么优雅的那种